某种无情 我觉得人需要某种无情 佛剑就讲无情慈悲 你骂我也行 你怎么样也行 因为人的智慧某种时候受到局限 都是勤困 所以当你在一个无情的状态里面 实际上可能更好地能处理好事情 会担心自己陷入一种 心的自我封闭吗 没有担心过 我越来越对形成共识不感兴趣 我不知道您能说的更具体一点吗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形成共识吗 我对这个过程一点兴趣都没有 对你来说特别敬畏的是什么 所有为之东西 神鬼 天体宇宙 无关心人 你觉得你会碰到会飞的人吗 有 我觉得穿越时空 能飞多远呢 飞到树上应该是个问题的吧 你现在的驱动力是什么呢 我做VR 准备VR 我有强烈的一个人类进入心 这是始终你身上特别强的一个欲望 是吧 我就这么个人 我就这么理解 你想想的外星人是什么样子 可能你就是外星人 好吧 行我们这是星际采访 自从2006年与假人科相识 这是一次让我最感到意外的对话 这位老朋友在思想上的变化 是我来飞扬之前从未想到的 我还陪伴你 词词 无词 无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时代的变迁 不管对于这个时代 还是我个人 它都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电影作者 并且已经持续了 二十年不间断的表达 我们在一年前的 一次谈话中 还去谈论自己 陷入了某种困惑 决定暂停电影创作 前面刚才说 你现在觉得平卷吗 或者说想卖下的 为什么呢 就是年龄的原因还是 总体来说 就是最大的一次 可能是拍三峡好人的时候 因为这之前我觉得还是 属于总体上 对中国社会是一个乐观的 很乐观 但是我拍三峡好人 那个时候 越来越失望 因为我觉得 真的你去深入到 那个长江流域 长江地区 你会发现社会 对我来说 首先就是这个 呈现这个社会的固滑 就是其实社会没有那么大的流动 大家就是从一个艰难的生活 流动到另一个艰难的生活 让我那个时候 思考这个变革 就是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变革的幻觉里面 然后另外一次呢 我在我的工作中 遇到的这个来自公众的 这个压力 或者说来自公众的这个挑战 到底是不是在取悦西方人 你是在给外国人拍电影 第二点就是市场经济的煎熬 就是说你电影没人看 一种脱离大众的 一种自私的电影 就这个 这个是一个老问题 我在多伦多跟人吵过一架 因为我在多伦多放我的天注定的时候 就有中国流行人站起来 直接就批判批驳 说我们的国家是存在这些问题 但是你为什么不去拍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 你为什么只拍这个 你为什么只拍穷商屁 为什么利了没矿你会死 对就是 这个我觉得就是挺悲哀的一个事情 我说我刚拍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有激情 我觉得电影可以改变世界 但现在我觉得世界改变的太慢了 二十年了 关键是你七年一代了 以前算是三七二十年 就三代人 三代人过去了 思维模式没任何变化 这事还挺有点困扰的 会有点困扰 是这些观点所呈现出来的 中国大众社会的 思维模式的改变的缓慢 和思维模式的固化 对从事创作人来说 是挺悲观的一个事情 对它不是因为个人的问题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这困惑着每一个人 那次北京的相见之后 它大部分时光 生活在老家焚羊 在它的山河故人家畜 写作 见老朋友 过着看似某种隐居似的生活 他助理在这儿 你好麻烦你了 麻烦你 没事 在那边 看到了 好可爱啊 感觉他要把这搞成丽江了是吗 这边 他在二楼 嗯 好 你现在就像大哥了 哈哈 你这不冷吗 冷啊 我发现这么冷 穿的太饱了 这就我隐居之所 还行 我没那么冷 冬天就是过得快 嗯 嗯 好 所以 这就可以开始了啊 所以就开始了啊 好 你要打电话吗 不用我关机了 嗯 回到故乡嘛 嗯 然后你说你要换中心嘛 然后你在重新观察故乡的时候又什么又什么感觉 嗯 呃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 比如说今年很大的一个大家一个困惑就是 精英的消解 嗯 全球性的问题 对啊 全球性的问题 在这个故乡生活的时候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川普的当选 很多的这个征兆 嗯 嗯 我对这其中这种讨论的很多观点 就是也有我的判断 但是我也觉得很精彩 有很多 嗯 但是唯独我就非常缺一个东西 就是 比如说来自精英阶层的反思是没有的 嗯 对 就是没有反思 就是说哇 一把傻逼那个成功了 嗯 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在故乡生活 我可能也意识不到 我也可能是跟着跟着感叹 嗯 嗯 但是我在故乡生活 我会觉得 哎 什么 怎么好像你们都不去反思一下啊 嗯 是什么出了问题 嗯 这个这个促成了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局面 嗯 如果精英没有了反思能力 没有了自我的 这个自我弱点的揭示能力 那精英跟一般的民众有区别吗 嗯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他们不是精英 因为他没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自我的否定能力 嗯 或者说更新能力 嗯 嗯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你来反思 我无法替精英回答这个问题 你那问题是你也是精英啊 你这你没法否定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也需要反思一下 意思是 嗯 我期待我期待更高的智慧替我反思一下 哈哈 哈哈 那你刚才说的那种自我反思能力 否定能力 你是怎么进行自我否定的呢 明年 今年一期是吧 嗯 拍电影十九年了 十九年我自己 我觉得 我非常得益于我对自己作品的忘却 嗯 嗯 对我不希望我的工作是建立在作品的积累上面 嗯 就是说有一种导演非常关注作品跟作品之间的连接 嗯 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能 嗯 和文化价值的一种叠加 嗯 对 我觉得我自己一直是丛林在作 嗯 对 那你说你不想构造那种连续性 那恰恰你这些电影又构造成一个非常强烈的连续性 这个强烈的连续性 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切断我跟自我生活体验的关联嘛 嗯 对我的生活是有连续性 嗯 对 他自然就有连续 主动的连续性跟自然的连续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你以前那些作品都 还是非常强烈的跟跟国家社会的变化有关系的 嗯 会回应吗 嗯 像这种回应的欲望减弱了是吗 我不好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拍的时候我没有回应的 嗯 没有没有回应的那个诉求 就我每次拍片我觉得我都在拍对我 我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 嗯 就他已经变 比如之前拍的一个短片雾霾这种讨论 你还感兴趣吗 我越来越对形成共识部分不感兴趣 嗯 那么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在不停的争论争吵形成共识的一个 就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形成共识吗 嗯 我对这个过程不一点兴趣都没有 嗯 有一个自觉东西是我 我不太喜欢 就是非常极端的观点 嗯 嗯 就我觉得 每一种极端的观点都具有强大的暴力心在里面 嗯 包括形成共识中的这种这种暴力色彩 嗯 对我觉得挺吓人的这些东西的啊 比如说一个人说哇我我电影是我的生命 我基本不跟他来往 我靠电影是你生命那谁敢跟你来往 嗯 动不动要了你的命 对动不动就要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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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的最大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没有概念,没有欲望 我对办事有欲望 艺术创作它不是一个智力较量 当你说我拍一部电影 希望征服别人 我就好可怕 你征服人家什么呀 这个就已经走完路了 一定要保持这个纯真 我开玩笑 我说我要写一个天体物理的论文 我说我不怕别人笑 我怎么想我就怎么说 我也不懂物理 比如说外星人 我想跟你谈 可能你想象比我还要深刻 不妨碍 它是个契机 我们可以聊一聊 就分享的欲望 我觉得还是分享的欲望 你想象的外星人是什么样子? 可能你就是外星人 好吧 我们这是星际采访 比如说因为你一直是一个分析能力非常强的人 你会有时候担心这种高度的分析和描述能力 妨碍一些身上的更直觉的本征的 或者说模糊的东西的表达吗 这些东西都来自直觉 就像我说这个外星人一样 我哪有那个分析能力 它是一种幻想 只是过去没打开这个门 现在就是打开这个门 疯狂的想 如果你想象外星人 说今儿我累了 我看看人类在干嘛 戴了一个眼镜 说来吧 看许志远昌这一剧部分 多好玩这个 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在时空中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 意识到最近这两年吧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科学家去解决的问题 我一个物理才考17分的学生 20分的学生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开始逐渐的投入其中 对我说服了我自己 你比如说V2 我为什么这么着迷V2 其实有一天我突然觉得 有可能人类社会也是一个虚拟世界 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 我们所自生自灭的 我们所建立起来的社会 国家结构 民族 种族语言 所有这些一切的东西 可能是被某一个系统设计出来的 我们被另一个系统观看 我们可能就是别人的V2世界里面 但是现在很奇妙的是 人类开始在创造自己的虚拟世界 那个虚拟的世界它出现了 它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 如果我去作为一个导演 去做V2电影的时候 我可能我在模仿我们的设计者 变成上帝了 某种意义上上帝了 我们在模仿 当然这个没有什么使证 它是一种扩散式的 胡思乱想式的 做梦一样的一个 但是最近这几年 在我的内部的系统里面 好像有一种系统性的 更新的这种 我觉得我自己都换了一个软件 我变科幻了 触发点是什么呢 有很多细节 你比如说VR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刺激点 包括导航系统 这些东西的出现 产生 就是它让我觉得 人类自身的连接怎么这么紧密 就是人类的每一个土地没有死角了 基本上 那这个时候 我们大量的目光投向彼此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忘了 看远处 看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整个人类共同地 跟宇宙的关系是什么 跟时间的关系是什么 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换了一个新软件 你内部新系统 你现在就换了新系统的时候 重新观察自己过去做的事情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怎么说呢 就是过去的工作 我觉得是一种局部式的 就是完全非理性的一种创作状态 嗯 现在我觉得是它给我多了一个维度 这个维度它带来的或许是电影某种气氛的变化 只是某种氛围的变化 嗯 也可能是巨大的电影内容的变化 我还不知道 因为只有拍完之后 我才能够知道 但是我觉得是 理解人不太一样 嗯 理解人跟事 嗯 就说你比如说雾霾这个东西 嗯 去年这个 我讲 我要离开北京生活 因为木霾 当时也遭了很多误解啊 说很骄傲 说一个山西孩子你怎么经受不了雾霾 说这些 对 当然我还关心这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 我突然觉得意识到 包括电影的新科技的发明 它综合在一起 让我意识到 开始有一个兴趣 这个兴趣在于 除了这些现实的问题之外 就是人类是怎么回事 嗯 我觉得这些 哇想起来好玄妙 就过去 特别长时间里 人类一直非常在意 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关系 就是 人类自身的信息的连接 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 然后说一坐在这个房间里面 就是你看外面的一晚冷月的时候 嗯 我觉得 这个事情 是否形成共识 随它去了 过一些年会有一种更大的一个更完整的东西来回应它呢 对会吸引你吗 不一定说形成共识 就是有那个智慧的时候 嗯 那肯定会 嗯 没有新发现就不愿意参与到无穷物质的阐释自己观念 维护自己观念 维护自己盟友的观点的那个过程之中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不应该是干这个 嗯 对 就是我们 我觉得我的天命不是干这个 其实有的人已经了解了 有的人还在被启蒙 嗯 有的人还在懵懂阶段 我们不为这个过程耗费太多精力 嗯 对 我觉得他有情伤在里面 他会有情 情的伤害 嗯 对 就 这又说到无情 其实 说一点现实的事情的话 的确我这几年觉得 共识的形成是一个非常疲惫的过程 非常消耗创造力的过程 对 共识应该自己来达成自己的认识 在自己的认识里面突飞猛进 嗯 如果 如果如果停滞在共识的讨论之中 那是某种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 不是艺术家应该承担的责任 嗯 所以如果我们把自我定义成一个作家 一个导演 一个创作者 我们提供观察跟分享 我们无法做共识形成的服务 或者我们会停在一个横面 不前进 会自我消解 消解 消耗 嗯 我们要往前走 但这点其实始终也挺困扰我的 嗯 你保持心的发现是一种道德 嗯 但是 但是对所谓的社会那种真正的 充满各种问题的社会 那种道德介入 道德声音又是重要的 因为我现在很多一些时代 可能他们在科学 艺术上都有很大的一个跳约 但是这群科学家和律师家 他们拒绝做出那样的 就我们所说的教育是道德介入 嗯 大家就会说 这些人可能是做了某种逃避 或者什么 所以它是 它是挺矛盾的一个 一个感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 嗯 有可能我是错的 可能是太疲惫 或者说太厌倦 什么招 行 嗯 休息一下 嗯 除去语言交流之外 我更想看看他此刻的生活 一种隐居的生活 这一年来 他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思考 那些旧的问题 又怎么样提供新的想象力 接下来你转一转吧 你行吗 好 走 你戴摸镜习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我捡完那个海上传奇 有一天我右眼突然特别不舒服 然后晚上啪就肿了 肿了之后去医院大夫说就是那种光灼伤 房家卫戴摸镜也是原因吗 一样 嗯 我上次碰到他 一直在聊眼睛 啊 咱们去下关帝庙 上这乡 好 哎 关帝庙怎么就变成财神呢 你信吗 这个 信啊 关公室我们山西人 嗯 道长 你在许什么月刚才 不能说 哈哈哈 整个这一片 这个叫古街 你把这变成小丽江了 这是夏天这种人会特别多是不是 整个从4月到11月是旺季 冬天就少一点 嗯 我们要开这开这东西是吗 我太好了 我记得我得有30年没做过这种东西 我常做 是吧 小川你跟来做一做 挺好玩的 嗯 好 低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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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呀 你别超过我 我超不过你 哈哈哈 哈哈哈 太像黑手會打磕了 還有點滑 不能玩滑 2016年賈長科發起了新媒體影像項目《磕首映》 並在家鄉介紹了藝術中心 儘管一年前他對《磕首》電影生存狀況 深感悲觀